什么?戴娜奥特曼人社崩了? 怎么一开口就有营销号那味了? 嗯,不管这些了,我们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吧 今年是戴娜奥特曼25周年 在远古TDD一个舞台剧中 塔尔塔罗斯穿越时空把星光战事事件之后的戴娜带了回来 那个时候的戴娜因为渴望迪迦的力量所以被小精神洗脑了 不仅如此,还给他注入了阿布索·留特的例子 所以带过来的戴娜身体长出了那个类似于迪迦的胸甲 最后呢虽然恢复了理智了 但是这个手势有点毁人设了 不过舞台剧吧 哎呀也就不要那么在意了 千万不要在证据中这么搞就行了 Smile Smile